普通的中国人都能够上网 对中国的经济贡献非常大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定制商务 定制支付等等这些业务 发展的都非常好 iChannel G是全世界第一 美国的每个用户 它的花费远远超出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花费 中国移动它的用户是世界第一 它为什么收入 利润做不到世界第一 就是我们经常海业内在讨论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谁是世界上第一大运营商 当然如果我们要说用户群 我们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第一大运营商是什么 是中国移动 中国移动的用户数是多少 9亿 差不多9亿用户了 相当于整个欧洲 这个用户量是非常庞大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说中国移动是世界上第一大运营商 但是我一这么说的时候就能说 中国移动怎么去世界第一大运营商 世界上第一大运营商是IT&T 它说的是什么 它说的是收入 这样说它也不是没有道理 IT&T以2019年的收入是多少 1700亿美元 中国移动才有多少 1100亿美元 也就是说大概它具IT&T差600亿美元 这么大一个数据 那IT&T的用户是多少呢 2亿而已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可以看出来 我们从用户数 中国移动是非常大的 但是从收入 从利润这个水平 IT&T是全世界第一 维加人是全世界第二 日本的NTT.com是全世界第三 中国移动是全世界第四 也就是说差距其实和它们还是挺大的 那么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这个行业内呀 经常在说我们通信行业自费很高 然后一数呢就觉得我们中国人我们上网 我们那个通信的费用 费用很高 其实从这样的一个数据大家可以看出来 9亿用户才1100亿收入 2亿用户就到了1700亿收入 也就是说它的用户数很少 它的收入很高 收入什么来的 这个收入就是价格来决定的 大家想一想 今天我们中国的电信运营商的UP值 向中国移动 UP值是多少呢 60多块钱 不到70块钱 相当于什么水平 不到10美金 大家可以想一想 用ITNOT的1700亿美金 除以它的2亿用户是多少钱 也就是说美国的每个用户 它的花费远远超出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花费 这就导致了美国的电信运营商利润很高 收入很高 其实你到美国去 一般的情况就是一个非常小的电信运营商 它的每个月的支出大概是多少钱 35块钱到40块钱 这是小的电信运营商 这是小的电信运营商 像ITNOT T因为它在全国网络 部署的非常好 它的能力比较强 ITNOT T经常 实际上每个用户一个月的支出是多少钱 大概是110美金 相当于中国七八十块钱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么美国的通行费是比中国要花得多了 不仅我们说这个绝对的数字 我们说相对的占我们整个的收入的比例 其实美国和中国的水平是一样的 尤其是用ITNOT T这个网络的这些用户 它事实上每个月的收入这个水平 占自己的生活水平的支出比中国还是要高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全世界的地球运营商收入还是美国很强大 是美国的价格比较高 所以说到这样的时候 李克强总理最近几年推提速降费这件事情 我觉得对中国的经济贡献非常大 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外卖 导航 共享单车 定制商务 定制支付等等这些业务发展都非常好 尤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像拼多多这样的业务 有了广泛的发展 一个重要的原因 水起了作用 定制运营商打了这个技术 把网络部署得好 第二个在政府的推动下 把支费做得非常低 让普通的中国人都能够上网 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我们上网绝大部分用户 他们的文化水平是出售文化水平 为什么 我们中国现在接受各种教育的不过两亿人 我们14世纪人口 绝大部分人没受过高通教育 但是这些人都是完美的 这件事情对于中国缩小数字红沟 推动经济发展意义都是非常重大 是非常有意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杨的方法 都来说 对于中国国导的转发